小欣一改常态决定去换个发型 是剪个狂野的头发 还是换个非主流的发型呢 这天美牙带着兄妹俩在商场 遇到了新开业的儿童理发店 结果一个不注意 小欣就被理发店的小姐姐给吸引了 美牙见状刚准备去把小欣带走 没想到理发店立马就走出来 一位帅哥来吸引小魁的注意 小欣还是下次再来吧 我们今天还有很多东西要买呀 请妈妈放心吧 我们会帮你看着小孩的 请你慢慢去买东西再过来吧 可以吗 因为今天是开幕打广告的关系 价格只要平常的一半而已 于是美牙就将兄妹两季放在了理发店 随后理发店的小姐姐就在电脑上 给小欣模拟起了各种不同的发型 结果这些发型却没有一个是小欣喜欢的 就在这时 一顶黄色的发型引起了小欣的注意 这个挺傻野的不错哦 是狂野吧 不过可能有点困难哦 那这个呢 这个应该要留一年左右的头发 才有办法办到 那根本什么也做不到嘛 我们的服务真差劲 看着小欣不满的样子 店长走过来夸赞小欣 还是保持现在的发型最好看 听到店长这么说 小欣一下就自恋了起来 其实我也一开始就这么想了 于是店长就叫店员小姐姐 带着小欣去洗头 与此同时 小葵坐在了帅哥理发师的怀里 看起了画册 结果这时店员却过来 叫帅哥理发师 去给别的小朋友理发 小葵见状一下就不乐意了 爬过去就准备黏住帅哥理发师 但最终还是被店员小姐姐给抱了回去 另一边 刚洗完头的小欣 在小姐姐的指示下 坐在了动感超人的座椅上 可令小欣失望的是 给他剪头发的不是小姐姐而是店长 为了给小欣剪头发 店长当即就给小欣播放起了动感超人 本以为这下小欣就会乖乖地剪头发 奈何看到动感超人 被怪兽压在地上摩擦的小欣一下就窜了起来 为了不把小欣的发型剪坏 店长就扮成怪物的模样来吓唬小欣 结果小欣根本不吃他这一头 拜托你了 看着前面 你就配合一下嘛 店长 请你冷静一点 此时没有帅哥理发师陪伴的小欣很是生气 接过店员手里的兔子玩偶 就砸向了帅哥理发师理发的小女孩 当看到小女孩扭头朝着自己挑衅时 小欣一下就怒了 疯狂地拿起地上的玩偶就砸了过去 结果店长被小欣一个坐垫打中 不慎将小欣的头发给剪坏了 等美牙构玩物回来接兄妹俩的时候 小欣拿着一个玩具来到美牙面前 表示这是理发店送的 美牙一下就愣住了 而这时两位店员小姐姐过来拼命向美牙道歉 最后小欣抱着动感超人的玩具开心得不得了 闻然不知自己的发型就这样毁了